主料,鸡蛋5个,水50克,迪金面粉85克,色拉油50克,盐1克,细砂糖70克,辅料,蛋奶油200克,细砂糖20克,草莓5个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姜蛋黄,20克细砂糖,油,水,盐放入同一个生盘里备用, 5个蛋白分次加入50克细砂糖,打发是湿性发泡,就是提起是个大弯钩,打蛋汤里的蛋白可以直立的状态,如图,同时175度预热烤箱,然后用打蛋器一档将不周一的食材交达均匀,删入低筋粉,交达均匀,然后将1-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中,切拌均匀后,混合物倒入2-3的蛋白中, 切拌均匀,烤盘垫上两层吸油纸,或者放上一块硅胶垫再铺上一张吸油纸,我的血后者,倒入蛋糕糊,震荡住气泡,表面刮平整,放入烤箱中层,175度,上下火,烤15分钟,然后上火转为200度烤5分钟上海,铸炉后倒口刀往下上,及时撕去底部的吸油纸,然后盖回去, 趁着蛋糕冷却,将奶油打发好,200克的蛋奶油加入20克细砂糖,打致硬性发泡,将温温的蛋糕体翻转,然后每间隔两厘米画上一剪刀,抹上奶油霜,卷起,卷好后定行20分钟,然后取走吸油纸,将蛋糕卷转移到蛋糕底托上, 表面挤出5个奶油花,然后放上5个草莓,如图,放入蛋糕盒里,包得漂漂亮亮的,为送人钱放在冰箱保存,烹饪技巧,做蛋糕卷,蛋白只需要打发制湿性发泡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